北京当局自去年开始就强推减少餐饮浪费的一系列政策 当时外界就猜测 在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当地天灾的影响之下 中国粮食自给以及进口正面临严重冲击 中国社科院更坦言了 中国社科院的肺炎疫情 中国五年之后将会缺粮1.3亿顿 而近来缺粮问题虽然较少浮上台面 但是这并不代表已经解决了 自由财经报道 中国人口约占全球五分之一 这样庞大的数量同时代表着高度的粮食需求 而在动荡后的疫情时代 粮食安全的问题再度浮上台面 中共当局认知到需要加强国内市场的力量 降低粮食对进口的依赖 以抵律外在的不确定性 1958年到1962年的大饥荒介意 现在还升职在中国老一辈人的心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曾说过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 强调中国必须随时地确保粮食供应的绝对安全 中国国科农研院分析师张欣也指出 食物多了一点在中国是经济问题 但如果少了一点就会变成政治问题 而中共当局一直都很重视相关问题 早在1990年代起 中国就建立起国家的粮食储备 现在则发展成一套系统 协调中央和地方的国家储备 同时国家和企业的粮食储备也可以互通有无 2015年中国政府也推出了一套问责机制 结合详细的评估标准 要求各省份的首长要对地方的粮食安全负权责 2000年代随着中国大量的中产阶级渐渐富裕起来 饮食的重心从谷类逐渐转向肉类 而生产肉类需要大量饲料 中国逐渐的丧失了粮食自给自足的能力 为了确保粮食安全 中国过去曾经在海外大动作布局 2008年英国金融时报就揭露了 中国在海外囤田 鼓励农业企业走出国门 购买海外的农田种植粮食作物 尤其是在非洲和南美洲 以保障中国本土的食品安全 不过中国官方始终都没有验证此项消息 现在中国粮食高度依赖进口 自从2014年以来 中国的谷物进口维持在1亿吨以上 但同时中国还是稻米最大的进出口国 2019年10月 中国公布的政策白皮书上确认了适度进口 是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的一个部分 而专家也指出 由于中国国内的种植面积短缺了9000万公顷左右 必须要仰赖进口才能够满足国内的粮食需求 在大豆方面 中国完全能仰赖进口的代价 中国必须有能力确保足够的土地资源 用来种植小麦与稻米才能确保在这粮中主要的作物上自给自足 至于中国的粮食安全前景如何呢 按照目前的数据来看 并不会有立即的粮食短缺风险 但是真正的风险在于结构性的失衡 例如玉米大豆仍然面临土地资源不足的限制 近来中国的谷物进口量也持续激增 2020年1月到12月 中国进口股物量首次突破1.4亿吨 相较于去年同期 大幅的增加将近28% 中国抢粮的行为 现在也让外界产生不少疑虑 根据联合国粮食级农业组织表示 2021年5月食品价格年增40% 是自2011年9月以来的最大涨幅 当然国际粮价上涨的原因有非常多 例如疫情引发的通膨 把锡干旱油价反弹 海运成本垫高等等 但由于中国在此期间 大肆的购买有材质 古物和肉类等等基本粮食 使得法国经济学家夏尔明表示 中国确实助长了这一波的两价上涨 德国之声纵合路透社报道 中国华大基因公司遭揭露 搜集了全球数百万孕妇的数据 储存于中国基因库中 并且疑似与中国解放军分享了相关资讯 路透社取得华大基因的电脑程式码 发现当中明确地显示 孕妇的国籍、体重、身高、病例 以及胎儿性别 对此华大基因指出 搜集基因数据前 已经获得孕妇的签字同意 并且表示他们在过程中 无法获得任何可识别个人数据 而且海外样本和数据会在五年后销毁 不过测试的私隐政策指出 当搜集到的数据与中国的国家安全 或国防安全直接相关时 就可以与中国官方共用 华大基因对此表示 从未因国家安全或国防目的 被要求向中国当局提供刺事数据 中国外交部则称 这个调查结果反映了美国机构的 无端指责和抹黑 但是相关科学家和伦理学家认为 没有一家公司经营规模 能够与华大基因相比 而这些公司也没有像华大基因一样 与政府或军方有联系的记录 而现在路透社的消息 已经引起部分国家的关注 该公司的相关规定中 明确写出了 可以与中共当局共用私讯 或将会影响到各国公民隐私 德国联邦卫生部的一名发言人表示 该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并且与德国内政部 司法部 以及欧盟委员会进行了联系 北京当局近来加强对私器的审查监管 7月10号 中国反垄断监管部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出公告 表示依法禁止由科技巨头腾讯所主导的 虎牙和斗鱼的合并案 美国之音综合报导 腾讯目前是虎牙和斗鱼两家公司的最大股东 手中握有虎牙37%的股份 以及斗鱼1%以上的股份 这两家公司都有在美国上市 市值合计为53亿美元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公告中表示 根据反垄断法的规定 第28条和经营者集中审查阵型规定 第35条的规定 市场监督总局决定 依法禁止此项经营者集中 对于市场监管总局的相关决定 腾讯发布公告表示 将会认真地遵守审查决定 积极地配合监管要求 依法合规经营 切实地履行社会责任 斗鱼公司也表示充分尊重监管部门的决定 并且积极配合监管部门的要求 遵守相关法律和条例 不过目前还没有看到虎鸦公司方面的反应 观察人士指出 虎鸦与斗鱼合并案被封杀 无疑对腾讯寻找扩大盈利的努力 是一项重大的挫败 但是这应该也不会影响到腾讯 在网络游戏行业的主导地位 腾讯依然是这两家公司的控股股东 控制着游戏行业的话语权 美国知名财经媒体彭博社指出 中国监管部门的这项决定 标志着中国当局开启了封杀网络公司 并且投资交易的先例 对于腾讯公司来说是一项打击 最近两周监管当局矛头 转向了刚刚完成在美国上市的滴滴出行公司 以保护国家资料安全的名义 向滴滴发难 观察人士表示 滴滴的命运如何现在还不知晓 但是中国企业自主选择 海外上市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 今后企业到海外上市 都必须要获得当局的批准 今天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的60周年 中国与朝鲜领导人互质贺电表示对此纪念日的重视 中央社综合报道 朝鲜中央通讯社指出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讯息中表示道 在面临敌对外国势力上 朝鲜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极其重要 并称两国友好条约捍卫着亚洲的社会主义与和平 香港电台报道则指出了 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 中国与朝鲜两国60年来相互坚定支持 攜手并肩奋斗 增强两党两国兄弟般的传统友谊 促进各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维护地区以致世界和平稳定 他说近年和金正恩多次会晤 达成了一系列共识 愿意与金正恩加强战略沟通 把握两国关系前进方向 友好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朝中社则表示 习近平在贺电中提到了 计划为两国与双方人民带来更大福祉 一是透过提升与金正恩的联系 二是稳定将两国友谊与合作 提升至全新的阶段 算日是双方舍 需要在家中终友谈谈 十分之后